11日有港媒称,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明年3月预计将连任外,其他四名下一届副总理已定,其中一名是习近平的智囊刘鹤,其他三人分别是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外界分析,只有刘鹤是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其他三人均是财经工作的门外汉。 港媒12月11日报道,其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大力反腐巩固权力后,第二个任期应对面临经济危机的压力,包括日益增长的债务、产能过剩和国企效率低下等问题。 消息人士透露,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的刘鹤将在明年3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将负责应对经济崩溃的威胁。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明年3月预计将连任,而其他四位现任副总理,除汪洋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廖江赏中共政协外,其他三名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及马凯都已到零,将于明年3月退休。 消息人士说,已经进入25人政治局的刘鹤,预计将替代马凯出任副总理,主管金融。 现年65岁的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首席金融和经济顾问,长期担当中央经济领域的核心智囊,曾参与制定五六份所谓的中共五年计划。 刘鹤历任发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又兼任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十九大在基深政治局委员。 除刘鹤可能分管金融及外经贸之外,常务副总理韩正可能分管工业和国企改革,孙春兰可能分管文教卫生,胡春华可能分管农林业及生态文明。 港媒东网曾在评论文章称,实质求是而言,中共国务院这个帮敌有不少缺陷,一是财经能力并不是很突出,除了刘鹤是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之外,其他人恐怕都是财经工作的门外汉。 搞党务或许有经验,但要统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恐怕就力不从心了。 外界普遍认为,作为江派地方大员的韩正能躋身中共政治局常委,曾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孙春兰留任政治局委员, 以及被指示中共接班人的胡春华未能入场,均是中共高层各方角逐,平衡的结果。 东网评论说,中国经济规模大问题复杂,而且深度参与全球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联动性越来越紧密, 金融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前两年的股灾差点动摇国本。 在此情况下,没有一个具有专业背景又兼具国际事业的财经管理班底, 中国经济发展难免蒙上阴影。 评论认为,这个班底的另一个缺陷是老人太多,新人太少, 中共新一届国务院领导层平均岁数超过60岁,目气太重, 对新事物、新趋势的感知与接受能力弱,身体如何应对繁重的国事压力也是一大问题。 中共将面临兼具的挑战。 毛泽东嫡孙,少将毛新宇9月份落选19大代表名单一度被热炒。 近日,陆媒披露,毛新宇在卸任一重要职务, 即中国擅自艺术学会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12月7日,中国擅自艺术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崔承顺被推选为新一届理智会会长, 这表明,毛新宇已卸任中国擅自艺术学会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市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直接领导,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组织。 毛新宇2010年1月当选为该会会长。 毛新宇曾在采访中说,自己喜欢擅自有十多年了, 从1994年开始,收藏的文化,艺术品擅自有四千余把。 他认为,擅自能体现中国文化,他爷爷有时也用擅自, 我把不少擅自都用来写毛泽东的诗词,语录。 由于毛新宇多次公开场合,时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由网民调侃,这次毛新宇再写重要职务,宣传我爷爷更难了。 毛新宇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岸清与绍华之子。 毛新宇有着中共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少将等光鲜头衔。 2010年,40岁的毛新宇晋升少将军衔, 工作是在一所军事学院中做研究员, 研究他爷爷的政治理论,及毛泽东思想, 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将。 2012年,毛新宇出席了中共十八大, 2008年当选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 毛新宇每次出席两会都会是媒体追逐的明星, 甚至遭到记者围堵。 毛新宇还因时常发表一些高谈阔论, 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并喜欢在中国各地提词等, 引发网络笑谈。 毛新宇在接受采访时一段心理话, 也曾成为网民的笑料。 他说我妈妈想让我去美国读书, 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人在研究毛泽东思想。 我听说在美国, 毛主席的地位比乔治华盛顿还高, 是这样的吗? 采访者回答, 恐怕不是。 毛新宇叹气说, 不会让我出国的, 他们怕我出去了以后思想发生变化, 或者就不回来了。 此外, 毛新宇还因喜欢在各地提词, 却因书法捉猎, 被网友们视为笑料。 外媒称, 这实际上是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 再出他爷爷的阳相, 出毛家的阳相, 出共产党的阳相。 网民亦表示, 每当网络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时, 毛新宇就会出现, 调剂网民心情。 不过, 毛新宇对自己享有的优势也一直很坦白。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诚, 自己的家庭关系可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帮助。 今年8月, 网络上曾流传一段习近平在一次军方宴会上, 对站在右前方的毛新宇视若无睹, 从他身边走过却不与他碰杯的视频。 李克强跟随其的后面, 也没有和毛孙碰杯便离开。 由于毛新宇拥有毛泽东嫡孙的特殊身份, 且是中共最年轻的少将, 却被习理视若无睹, 在周围的人看来, 这是不祥之兆。 9月6日, 中共军报公布军方和武警部队, 出席19大代表的名单, 毛新宇等多位红二代不在19大代表名单上。 港媒爆料说, 当时毛新宇在其所属单位, 选举19大代表时, 不仅被差额淘汰, 而且得票率仅为22%, 李有效的票50%以上票差存在大距离, 开票后, 毛新宇就并复发骂道, 又在清算我爷爷。 值得关注的是, 毛新宇是中共18大党代表, 按中共惯例, 党代表至少可认两届, 此外, 由于毛新宇拥有毛泽东嫡孙的特殊身份, 同时也是毛泽东唯一的孙辈血脉传承人, 他的落选曾一度引起舆论大猜想。 时事评论员刘瑞少对苹果日报分析, 以往毛新宇有军头辅助, 但现实军队已改朝换代, 加上毛新宇位列少将, 但过往行为笑料百出, 影响军队形象, 相信今次中央在19大选前只是踢走了毛新宇, 以营造军委主席习近平务实治军作风。 德国之声则引述时事评论人士的分析称,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中共军队和其他官僚机构一样, 非常腐败,基本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把毛新宇安在这样一个位置, 年年参加会议, 其实也是权力腐败的一个象征, 照顾关系,照顾红二代。 评论称,习近平上台以后, 一直着手重振军队, 清理毛新宇这些以前多年世卫素参, 不发挥作用的人, 有利于整顿军队纪律, 改变人浮于世的现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提词频频遭移除之后 北京又有大动作 目前正在实施亮出天际线工程 包括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提词在内 多个外墙牌匾被拆除 北京一场吞噬19人生命的大火之后 启动全市范围内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 消息称 北京城管等多部门11月27日发布了 关于开展集中清理建筑物天际线专项行动的通告 自当天起 全面清理违规建筑物外墙招牌 此后 北京不少政府大楼、高校、企业的外墙招牌陆续被拆除 12月6日 有北京网友发现 位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墙外招牌被拆除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八个字是由邓小平所提写 实际上 除清理墙外招牌 北京很早就开始了清理不合格广告招牌 北京晚报称 至11月21日 已拆除的招牌达2008块 实际上 在拆除邓小平的提字之前 当局拆除江泽民的提字早已成为常态 早前 中国各地还曾接二连三传出江泽民提字遭铲除的消息 由此引发对当局去僵化的猜测 早在2015年就有报道称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教学楼外墙上江泽民的提字 被工程人员清除 北京军队总医院一座大楼上的江泽民提字也被清理 河北省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正在考虑拆除江泽民的提字等 同年8月下旬 中央党校南门口江泽民提携的中共中央党校卧室招牌也被连根清除 对此 时政评论员李善建分析说 移走党校门口的这块石头 确实是很明确的一个信号 将确实是失事了 在位的那些人他不想受他牵连 尤其是中央党校 消息是很灵通的 知道这个消息后 赶紧跟你撇清关系 李善建认为 如果江泽民还有足够的势力 即使因为照相撞死了几个人 也没人敢动那块石头 如果真的影响交通 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移走 他认为 随着事态的发展 将有越来越多的官员 出来撇清和江泽民的关系 近年来 有关江泽民贪腐言乱 汉奸绅士 出卖国土 镇压六四学生 迫害法轮功 垂帘听政 是党政军大老虎总后台 江家父子贪腐等等罪行 不断被媒体翻炒 民间要求清算江泽民罪行的呼声四起 最近海外盛传 曾长期担任王岐山艺书的 中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 将出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有舆认为周某 从风头正盛的纪检系统转战金融口 是王岐山人走查梁的迹象 但也有港媒认为 周的调职其实有利于增强 王岐山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下与王将出任国家副主席的传闻相呼应 最近几天 针对海外流传的有关 现任中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 将空降中国银监会担任副主席的消息 海外媒体和港媒都在进行分析解读 周亮原本任职广东省发展研究中心 当年王岐山南下广东出任常务副省长 整顿金融秩序时 时任广东发展研究中心的周亮 得到王岐山的器重 成为王的贴身秘书 此后周亮跟随王岐山任职海南 北京国务院及中纪委 辅佐王岐山长达20年之久 是外界公认的王岐山的心腹 里有不少缺陷 一是财经能力并不是很突出 除了刘鹤是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之外 其他人恐怕都是财经工作的门外汉 搞党务或许有经验 但要统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恐怕就力不从心了 外界普遍认为 作为江派地方大员的韩正 能躋身中共政治局常委 曾追随江泽民集团 迫害法轮功的孙春兰留任政治局委员 以及被指示中共接班人的胡春华 未能入场 均是中共高层各方角逐 平衡的结果 东网评论说 中国经济规模大问题复杂 而且深度参与全球化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联动性 越来越紧密 金融问题更是牵一方而动全身 前两年的股灾差点动摇国本 在此情况下 没有一个具有专业背景 又兼具国际事业的财经管理班底 中国经济发展难免蒙上阴影 学艺术界联合会直接领导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组织 毛新宇 2010年1月当选为该会会长 毛新宇曾在采访中说 自己喜欢擅子有十多年了 从1994年开始 收藏的文化 艺术品擅子有四千余把 他认为 擅子能体现中国文化 他爷爷有时也用擅子 我把不少擅子都用来写毛泽东的诗词 语录 由于毛新宇多次公开场合 时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由网民调侃 这次毛新宇在写重要职务 宣传我爷爷更难了 毛新宇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 毛岸青与少华之子 毛新宇有着中共政协委员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少将等光先口衔 2010年 40岁的毛新宇晋升少将军衔 评论认为 这个班底的另一个缺件是老人太多 新人太少 中共新一届国务院领导层平均岁数超过60岁 目气太重 对新事物 新趋势的感知与接受能力弱 身体如何应对繁重的国事压力也是一大问题 中共将面临艰巨的挑战 毛泽东嫡孙 少将毛新宇9月份落选19大代表名单一度被热炒 近日 陆媒披露 毛新宇在卸任一重要职务 即中国擅自艺术学会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12月7日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崔承顺被推选为新一届理智会会长 这表明 毛新宇已卸任中国擅自艺术学会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 由中国文学 11日由港媒称 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明年3月预计将连任外 其他四名下一届副总理已定 其中一名是习近平的智囊刘鹤 其他三人分别是韩正 孙春兰 胡春华 外界分析 只有刘鹤是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 其他三人均是财经工作的门外汉 港媒12月11日报道 习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大力反腐巩固权力后 第二个任期应对面临经济危机的压力 包括日益增长的债务 产能过剩和国企效率低下等问题 消息人士透露 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的刘鹤 将在明年3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他将负责应对经济崩溃的威胁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明年3月预计将连任 而其他四位现任副总理 除汪洋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料将上中共政协外 其他三名副总理张刀利 刘延东及马凯都已到零 将于明年3月退休 消息人士说 已经进入25人政治局的刘鹤 预计将替代马凯出任副总理 主管金融 现年65岁的刘鹤 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首席金融和经济顾问 长期担当中央经济领域的核心智囊 曾参与制定五六份所谓的中共五年计划 刘鹤历任发改委副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又兼任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 十九大在基深政治局委员 除刘鹤可能分管金融及外经贸之外 常务副总理韩正可能分管工业和国企改革 孙春兰可能分管文教卫生 胡春华可能分管农林业及生态文明 港媒东网曾在评论文章称 时事求是而言 中共国务院这个邦 年轻人